高雄大树区发生一起死亡事故 当时曾姓妇人骑车载着15岁的儿子 不明原因自撞电线杆 妇人当场死亡 而全身擦挫伤的儿子一脸惊恐无法言语 紧销到场之后先是安抚她的情绪 随后将人紧急送移 双载电动机车才速度飞快行驶在道路上 没想到下一秒硬生生冲撞电线杆 撞击瞬间只见女骑士跟后座乘客连人带车摔飞 紧接着重重落地 事故现场凌乱不堪 机车车壳喷飞到路边俨然成了废铁 不难想象当下撞击力道有多猛烈 事发在高雄大树区台29线 7号下午2点多曾姓妇人 骑电动机车带着15岁的儿子 行经佛光山西浦路段时 电动机车先突然向右偏 随后不明原因自撞电线杆 这起事故导致女骑士不幸身亡 坐在后座的儿子则全身擦挫伤 只是募集母亲丧命儿子一脸惊恐 当下吓得一句话都说不出来 目前送往一大医院救治中 全案详细造势原因 能进一步离清中 据了解当时妇人骑着机车 载着儿子 要回家看家人 没想到半路上发生憾事 详细事故原因仍有待调查离清 而另外同一时间 验潮区也发生义饮车跟大货车事故 好在人均无大碍不幸中的大幸 记者庄继维高雄报道